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发音训练 出现了一个新的音 大家可能不认识 这个第一个音 如果你还记得第一节课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个音呢 是我们三弦的空弦 三弦的空弦 代表的字母是D 接下来这个音 它上面写着二 它是三弦二指的意思 剩下的音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了 二弦空弦 二弦三指 再看一下 然后又回来 三弦的二指 这是从三弦到二弦的一个发音练习 再看三弦 要注意调整好三弦的平面 三弦二指 二弦空弦 二弦三指 二弦空弦 三弦二指 三弦空弦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平面 平面一定要调整好 换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慢动作过来 不要有棱角 看一下第二行 第二行同样从三弦开始 三弦的空弦 三弦三指 二弦一指 二弦三指 二弦一指 三弦三指 接下来我们完整的听一下 第一条和第二条 连接起来的一个整体效果 三弦三指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跟第二条 最后一小节的这个音 你会发现这旁边多了一个点 也就是 这里多了一个点 前面我们在讲大副点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点代表前面这个音的一半 那么这个音是两拍 它的一半也就是一拍 所以二加一等于三 那就是这个音总共要有三拍 所以当你演奏到最后一个小节的时候 第一行最后一小节 二三 要数够三拍 然后后面是一个四分休止符 完整的听一次 完整的听一次 一二三 空 第二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拍的一个节奏型 也就是在这里 二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